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那今天一樣又再度來到這個 永和區成功路二段四七項的 大塊紅燒牛肉麵 因為上次有一些品項我還沒吃到 所以今天就再度造訪 他是在一個這個小巷子裡 好,那這個手寫的菜單就有寫 上海排骨菜飯 東坡菜 東坡肉菜飯,獅子頭菜飯 沖烤鯨魚跟純手 供奉禮書 好,那營業時間要注意一下 好,那小菜這邊就是很多品項 老闆你好,那順便問一下 台北市那個大塊牛麵跟你們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子 那您今天有半斤半肉 那我就點那個吃好了 半斤半肉 紅燒的 對,謝謝 好,我要加長麵 好,我要加長麵 對 因為上次我沒點到嘛 所以說這個品項也是限量的 也沒有,就是賣完完 如果當天賣完什麼 就那個就沒有 這樣子 好,謝謝 好,那這個是從裡面往外看 用餐區大概可以做快20個人吧 好,那剛好這邊有寫 大塊金製牛肉麵 金死一加別無分號 那應該只是同名的湊巧吧 好,那菜單再看一次喔 是必須要用一些官面的防針 不光是對於愛人 還是對於女人 老師講成我前一陣子 又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而深刻的感受 而深刻的感受 是呢 因為前面的衝浪上大件中 又是每個問題都沒有 沒有 那到市上是這樣 好,那這次我就硬著頭皮 把這個沖烤鯉魚點下去了 這一條是180這樣 好,所以今天我的預算又破表了 好,那因為這個沖烤鯉魚喔 是我小時候常吃的一道料理喔 那 就是它是屬於這個 江蘇人的這個 特別的菜式喔 好,那就吃吃看喔 然後就是 甜甜鹹鹹的味道喔 然後 有炸過 然後好像有沾 然後加一些出去煮吧 然後這肚子裡就是有很多軟喔 好,那打開來看喔 它這個魚肉正統的吃起來就是會有點酸酸甜甜的味道喔 好,味道做的還滿正統的喔 跟我家裡做味道很像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很大塊的魚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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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吃起來 好,那這個魚卵吃起來就滿新鮮的喔 嗯!很好吃 雖然醬汁沒有透到裡面去 但是可以沾一下下面的醬 這算是一道蠻營養的料理 這個很大量的魚卵 好!我先跳著介紹 因為牛麵好了,牛麵沒辦法擺 好!那湯頭就看起來是一個很漂亮的琥珀色 好!那就趕快吃吃看 好!湯頭就是很漂亮的顏色 感覺上就是有這個 紅燒牛肉的湯頭,就牛骨啦!牛骨跟 醬油的味道吧 湯頭蠻正統 應該就是牛骨跟這個醬油去調出的湯頭吧 牛骨跟麵醬 麵醬 牛骨跟麵醬調出的湯頭 就是很甘醇的味道 完全不加一點 完全不加一點 老闆講說就是用牛大骨去調出這個湯頭 就是喝起來就是蠻甘甜的 好喝 好喝 好!因為最近選舉到了 所以就是會有這個 很多的選舉口號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牛筋喔 上次我沒吃到那一款 嗯! 好!吃起來就是還蠻咕咕咕咕咕的喔 像果凍一樣 蠻標準的 好!那這個住美國的朋友 你就可以仔細的看看喔 上次我不曉得你來台灣 有沒有吃這家牛肉麵喔 好!這樣子咕咕咕咕咕的喔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好吃 好!那這個是牛肉的部分喔 看起來蠻瘦的喔 好!那吃吃看 牛肉的部分都燉煮得很入味喔 然後牛筋就是還有一點嚼勁這樣喔 好!那麵條的部分吃吃看喔 我喜歡吃那種有Q勁的那種 嗯!就是那種很標準的眷村式的牛肉麵喔 但是有改良過啦 好!其實我以前小時候吃的牛肉麵就是那種 重油重鹹的味道喔 現在都改良過了喔 甚至當初那個味道但是就變成是清油啦 好!但是還是保留當初的那牛肉麵的味道 好!很好吃 嗯!很好吃喔 好!整體的感覺吃起來就是一個很清爽的感覺喔 好!那這個就是牛筋的部分喔 好!很過癮喔 好!這次我覺得吃起來蠻滿意的喔 好!那這個牛肉麵的分數我要給他 九十三分喔!不錯! 很好吃!就是一副標準的這個外省式牛肉麵的味道喔 好!那這個牛肉麵我很推薦喔!味道蠻夠的!很好吃! 好!這個整體的感覺都不錯喔! 好!這個整體的感覺都不錯喔! 用醋 醋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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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子炮子完的時候再下去炸過 炮之後再炸過 炮之後再炸過 對炮 算是一道功夫菜 對,比較費工夫 是 謝謝 好,那我重複講一下 老闆講說這魚買回來之後 用醋先給它 製作過 然後再放到油鍋裡用文火去炸過 炸好之後,慢慢的炸,炸熟了之後 再上來做這個調製 所以算是很費工夫的菜 好,那剛剛它這個最精華的部分 就幾乎要被我吃完了 就是這個魚蛋的部分 個人覺得啦 它最好吃的就是這個魚蛋的部分 其實這個配這個 上海排骨菜飯是最適合的 不過我今天還是點了麵這樣 這一道菜就可以勾起我這個小時候 濃濃的這個童年回憶 因為我小時候還蠻常吃這一道菜的 不管是用買的,還是我外婆 都還蠻常做這一道菜給我吃的 好,那 生蝦的魚肉就是 其實是配飯最適合啦 剛剛有重複講 好,就是甜甜鹹鹹的口感 這樣子喔 然後還有這個微微的酸度 好,如果你是這個 跟我一樣,我媽媽是江蘇人的話 那這道菜就很符合你的 你的 應該常吃到啦 嗯 它是連骨頭都可以吃喔 它味道做的蠻道地的喔 然後 也跟我這個童年回憶很像喔 所以這個童年回憶的加分喔 嗯 真好吃,口水一直流 好,原本95分 童年回憶再加5分 我們今天這個充烤器魚就給他滿分啦 很好吃 貴又好吃的代表 這一個魚就等於剛捏碗麵的價錢 童年回憶有點小,很貴喔 好,那這個很推喔 很好吃 這個是火式管子 又靠著做 那就是用小管慢慢出味道 欸,是 這個是菜心頭 菜心頭相機試做 菜心頭 一般的管子很少看到 欸,對 很少看到 它味道就是有點苦甜苦甜的味道 苦甜苦甜 那喜歡吃了你就很喜歡吃 欸,是 但是這個菜不多 只有在這個季節才會有自己 喔喔喔喔,這是當令的 對,當季 烤菜 烤菜 欸 那一般如果我們的江澤館 才吃得到這種小吃 欸,是 一般 因為它也不費工 買個兩三斤啊 那麼多這個 稍微微一點點 喔,是 欸 喔好,謝謝 好,那我嘗 欸,謝謝 好,謝謝喔 好,那這個很特別的烤菜喔 那我就吃吃看 我不知道小吃有沒有吃過 呃,吃吃吃看喔 喔,有有有有 這個我有吃過喔 喔,對,就像老闆講一樣 苦甜苦甜喔 因為它叫烤菜喔 小吃我有吃過 但是次數不是很多喔 這個我記得以前 我在營業餐廳有常吃喔 包括剛剛那個 沖烤鯨魚 我搬上台北之後 我們全家人 是那個時候是比較常去 這個 營業餐廳喔 吃這個 江浙料理喔 好,那這個 這個也有沖啟為回憶喔 雖然次數不是很多 但是它這個特別的味道 有 有記憶在我的腦中喔 苦甜苦甜的味道 喔,我很久沒吃到了喔 嗯 嗯,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這個菜喔 就苦甜苦甜 嗯 吃下去苦 又有點甜 嗯 也許就像我們人生的寫照喔 苦中帶甜 甜中又帶苦 嗯 好,很特別喔 基本盤分數加十分 基本盤分數八十分 再加十分 同年回憶喔 很少吃喔 好,九十分 好,那來可以點點看喔 老闆講說是有這個季節油喔 難怪我吃到的次數不是很多 好 好 算好吃的 嗯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大塊精炖牛肉麵喔 大塊精炖牛肉麵喔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城公路二段四七項七號 好,那今天吃 不管是牛肉麵還是沖烤鯨魚還是這個烤菜喔 樣樣都非常的精緻而好吃喔 我覺得就是很推薦這間店喔 蠻正統的江浙小館喔 雖然是牛肉麵喔 但是樣樣東西都很美味這樣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掰掰 掰掰 好,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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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很油喔 好,喔